长城汽车成立于1984年 是全球知名的SUV和皮卡制造企业 旗下拥有哈佛、Way、欧拉和长城皮卡四个品牌 产品涵盖SUV、轿车、皮卡三大品类 具备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配套能力 截至2018年底 长城汽车资产总计达1,118亿元 下属控股子公司70余家 并且连续三年突破百万销量大关 长城汽车旗下四大品牌各个实力强悍 中国SUV全球领导者哈佛SUV 连续九年保持SUV市场销量第一 累计销量突破500万辆 为品牌累计销售突破24万辆 成为中国豪华SUV第一品牌 持续领先中国豪华SUV细分市场 欧拉品牌基于专属ME平台 拒绝油改电 定位新一代电动小车 入市三个月已经成为套石畅销产品 长城皮卡连续21年保持中国皮卡销量冠军 长城汽车作为领导者 早已将自己的视野由国内移向了全球 经过多年的发展 长城汽车已经建立了以保定为中心 覆盖全球的延产布局和销售网络 在技术研发方面 长城汽车始终坚持过度投入 建立了七国实力的全球化研发科技创新体系 除国内保定和上海外 先后在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奥地利、韩国等六国 建有八个研发中心 在国内 长城汽车已完成保定、徐水、天津、重庆、永川、江苏张家港、山东日照、浙江贫湖和江苏泰州八大生产基地的布局 在海外 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州工厂 是中国汽车企业海外首个全工艺整车工厂 并在厄瓜多尔、马来西亚、托尼斯和保加利亚等多国建有KD工厂 长城汽车 目前已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及美国等设立全资子公司 并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营销网络 海外网络已达四百余家 累计实现海外销售六十多万辆 领导者之间的强强合作才能带来产业的发展 多年来 长城汽车联合各行业巨头 共同打造未来汽车产业生态 目前 长城汽车与中国移动 华为联合开发的基于如计的自动远程驾驶技术已通过测试 同时 长城汽车与百度 在智能驾驶和智能网民等领域已展开深度合作 2018年7月10日 在中德双方政府官员见证下 长城与宝马签署合资合作协议 以50比50的股比成立了光束汽车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将整合双方的技术、资源和管理优势 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并运向全球市场 领导者的成功 也来源于他服务客户的成功 长城汽车旗下各品牌服务网点遍布全国 其中 哈佛品牌运营有1000余个4S店 200余个城市展厅 1500余个专营店 2000余个销售触店 全国地级行政区覆盖率100% 现级市场销售服务网点覆盖率高达80% 为品牌构建了包含4S店 城市展厅等多形态的生态体系 网点数量达到300家 覆盖全国215个主要城市 为消费者提供尊享的服务体验 同时 欧拉和长城皮卡 也各自在国内搭建了完备的服务体系 凭借多年来在技术 品质和服务上的深厚积累 长城汽车屡获殊荣 长城汽车自主研发的1.3T 1.5T 1.5GDIT 2.0T汽油发动机 和2.0T缠油发动机 曾分别荣获中国10家发动机称号 其DCT变速器被评为世界10家变速器 长城汽车旗下品牌和车型 在中国质量协会主办的汽车入库满意度测评中 多次获得用户综合满意度第一 售好服务满意度第一 和销售服务满意度第一 各种荣誉的取得 也让长城汽车的品牌价值不断上涨 204年以来 长城汽车多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制造500强 连续7年上榜福布斯亚太最佳上市公司 并占获2018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 自主车企第一名 领导者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但领导者之心已百炼成钢 未来长城汽车将继续以专注专业专家们企业理念 续交SUV和皮卡产品 在汽车智能化清洁化领域加大投入 并将更加开放包容 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大步前进